好 吳敦義黨主席試圖為高雄市長韓國瑜發表的言論 想要做一些修飾 但是現在在海外拱韓的聲勢似乎快要hold不住 也影響到高雄市長韓國瑜在發表言論時的炮火 像是十四號上午在洛杉磯一起來登大飯店 參加演講茶會時 台下因為有很多的支持聲浪 也讓韓國瑜情緒跟著激動起來 批評說民進黨的執政只顧著吃香喝辣 再批評三名台大法律系畢業的總統 讓台灣空轉二三十年獲利全開 韓國瑜抵達演講茶會現場 橋界勸勁聲浪不斷 兩年前我只是一個賣菜的 兩年後參選完高雄市市長全家 現在像演藝界的演員 分享心路歷程但花風一轉 搬出三民主義 韓國瑜再度狠批高雄過去 我到了高雄 發現另外一種是三民主義 民不聊事 民心失定 然後兵器可言 字字句句抨擊前朝市府 借了拉高層級 把炮口對準民進黨政府 得了政權 一舉一個人就出來了 繼續吃香喝辣 吃完吃香喝辣完畢之後呢 繼續作為作為 我真的是看不起他 炮火十足猛烈 還三度不分藍綠狂酸猛轟 台灣鬼混了二三四年 三個台大法律系幹的總統 台灣的經濟已經殘廢了 我去了一趟香港 澳門新加坡鄉 回來被扣了兩個字賣台 最多被唐三丈西天賜金 孫悟空啊 觀世音菩薩 覺得這個猴子啊調皮搗蛋 面對賣台抹紅 韓國瑜不容挑戰 儘管自我解嘲 但言語中已瀰漫不尋常氛圍 我的路心非常的清楚 未來整個中華如果要做什麼路心 一這個字字的水 大家把那個我從下面就是面 一個我 中間是一個我 上面是個八 我是王八蛋 別人是好的 我要犧牲奉獻讓別人好 這種人當然終於吃了 明年1月11號 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保衛長 希望大家能夠 踴躍回到台灣 用你們的行動 用你們的力量 來支持中華民國好不好 好 一番話再度沸騰僑戒 韓國瑜唱著中華民國 song 眼眶泛紅 而這場茶會 似乎成了絞足2020前的造勢大會 韓國瑜未來動向勢必更加耐人尋味 今天感謝安徐富杰王昭群 在美國的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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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